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個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現代醫學技術日新月異 難以治療的疾病 現在都可以醫治了 醫學到底有多進步 就讓今天的好辣醫師團 來告訴你 今天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國人平均壽命的是80.2歲 目前 那也很順暢 對啊 隨著醫療進步 很多重症危機可以得到緩解 以及治癒 所以今日的 我們這些美科的醫師 都會來好好表揚他們 哪些新的儀器 真的 因為我們真不知道 現在的醫學日新月異 真的 所以將來活到100歲 不是小事情 不是什麼 悲夢式 所以我們來看看 到底哪些醫療進步 疾病治療最新趨勢 精準不開刀 完整保留 那我先想起我20多年前碰到一個 一個 28歲的少婦來找我 他說他已經看了好幾個醫生 都跟他說子宮脾氣割掉 他說可是我現在懷孕四個月 我子宮頸癌第一期 我一看那個報告 我說這個應該還好 他那時候他做了切片 一直叫微侵襲性 就是第一期A的意思 他說我很想保住 我現在懷孕四個多月 我想保住這個小孩 我說應該可以試看看 我嘗試幫你做一個 叫子宮頸圓椎切片 這個圓椎切片本來這個方法 原來就有 它是用在 就零期A以前是用圓椎切片 就是說可以這樣 只要把這個圓椎狀切掉 切掉以後就剩這樣一個小小窟窿 可是這個窟窿將來會再長回來 所以再長回來 原來的子宮頸的樣子 其實它會長回來的 那現在也不用刀子 現在只要用一個線圈 把它刮一下就下來 差不多五分鐘就結束了 很小的手術 也不用注意 開刀的耶 對開刀 其實現在都不用刀子了 就用線圈就好了 那當年過去只有用在哪裡 用在治療零期癌之前的 那我那時候說 那你第一期A 還沒有到第一期B 就是說還不是真的叫侵襲性 叫微侵襲性 我說你現在要不要嘗試說 這樣消下來 他說懷孕不是會大出血 我說有可能 但我想辦法幫你力保 不會大出血 他說那做完不是聽說會早產 我說我想辦法讓你不早產 我把它縫起來 外圍把它縫起來 到生產的時候 再把它剪掉那個線 讓它可以 這個門可以關起 這樣還可以正常再管 對 結果 這個病人 過了二十多年之後 跑到門診來 跟我說醫生你記得 我說我看到名字 我說你不是當年那一位 他說你還記得我名字 我說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當年結果 他說當年我做完之後 生完小孩 再去某片都正常 之後我又懷了第二胎 第一胎就是這一位 這二十幾歲這一位 這位帥哥就是我 我就很高興 我說 他說 所以他當年的第一期A的子宮頸癌 現在這個方法已經不稀奇了 書上也都寫進去說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真的沒有生育過 你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們不要抱著 就是說一定癌症就全部割光 可以跟醫生個別化的考量 那有一定的風險 但是也有很多的那個 就是成功的機率 我再舉一個現在 在我的病房的例子 他竟然29歲 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也是子宮頸癌 第一期B 就比他更差一點了 第一期B 那他的那個子宮頸癌 其實很小 小到一公分以下 眼睛都快看不見的地步 顯微鏡看下來認定說 是第一期的 這個B的子宮頸癌 那麼醫生當然大家都跟他說 這得割掉啊 他說但是我還沒有看 我還沒生小孩啊 跑來找我 我說這個事情要割掉 他說他很厲害 他讀很多書 他說醫生我記得 你有一個方法可以 紙切子宮頸 然後把子宮體跟陰道記在一起 我說是有這個方法 他說我網路上查到 你有這個方法 我說這個方法是有 不過你不適合 他說為什麼 我說你這個細胞分化不良 他說什麼意思 我說細胞分化就這樣子 細胞分化分為良好中等跟不良 那怎麼講 你不要懂 監獄關的犯人 殺了一堆人 那叫不良 就是罪惡的壞蛋 那如果只是偷點東西的 算是比較良好的 壞蛋中也有比較好的 比較壞的 你知道嗎 這樣好清楚 這樣明白了嗎 我說不幸的是你這個是 殺人犯 殺人犯 而且殺人犯 重度的那個 就是分化不良的 那他說那這樣 我說這樣不適合 他厲害 他又讀了很多書 他跟我說 醫生 那不是 他這麼會讀書 怎麼不去當醫生 對啊 下次我要跟他講一下 其實很多人生命 才會去研究那個書 對 生命之後 他花很多功夫去讀 真的 他說化療跟放療如何 我說你真問對了 子宮頸癌如果 以第一期美來講 化療放療的效果 不輸給手術 他說那我要化放療 他媽一直跟他說 不行啊 這怎麼得了呢 頭髮掉光 他說那 我說那倒是小問題 那會長回來 再長回來 那他不用怕 但是化療放療有一些副作用 一些問題 我得講給你聽 後來他說他堅決要這樣做 他又來找我的時候 我說你堅決要這樣做 好 我們先做一個萬全的準備 我先介紹一個試管醫生 給你去取卵 你把卵取下來以後 做成冷凍胚胎 然後呢 你再來做這個 我再幫你做一個手術 叫做 就是說我用膚腔鏡 把你的卵巢調高起來 讓放射線照不到你的卵巢 至於化療我就無解了 化療它要全身跑 我沒辦法幫你防 防的方法就是 你事先先把卵取出來 萬一你將來化療完之後 月經有恢復那就好 萬一不能恢復 變成停經的話 你還是有卵 跟胚胎 還是有留的那個 結果才過一個月 剛好春節後 他跑來找我說 醫生我都取好了 我說那麼快啊 你要取兩次啊 他說不用 醫生都取一次就好 為什麼取一次就好 我說哇 好厲害啊 你這個青春就是 年輕有差耶 28 29 現在29歲 五項有沒有36克都不知道 取三顆兩顆 通常如果40歲以上 如果騎一顆兩顆是很正常的 一次騎到一顆兩顆是很正常 那他這個年齡很多人 也是取到二十幾顆 不過他取到三六顆 結果你知道有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那個醫生幫他做了 十個胚胎 冷凍胚胎 可是又幫他存了十顆卵起來 各位知道為什麼 存兩種嗎 坦白講冷凍卵 將來解凍之後的懷孕力 輸給新鮮的胚胎 那你覺得 醫生為什麼還要留一個卵呢 滿顯的 閒顯沒事做一下 你有沒有想過 這不是醫學問題 這不是醫學問題 對 醫生 因為胚胎是兩個人的 卵是你一個人的 你如果 如果你成為明星 可能後來我們不好 萬一分手好不好 你還會放他的胚胎嗎 你不要了 這醫生也是心理醫生 對 他真的想很多 通常醫生就應該要這樣做 我說這醫生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樣 好厲害喔 我覺得他給你放兩種是對的 因為你們也知道 就是離婚率是多少 這樣子 就是要做萬全準備 他既然軟這麼多的話 就同母義父了 對 反正那麼年輕 取不完 他軟既然這麼多 有這麼多當然就把它分嘛 因為他這麼年輕的人 他將來胚胎植入 一次大概只要植入兩個胚胎而已 他時刻足夠他植入五次 成功率是滿大的 後來我就跟他說 好 你既然都這樣弄好了以後 我們來準備做 開始做化療 結果你知道嗎 我後來發現 他做第一次化療的時候 他的癌子數已經比他 一兩個月前 第一次診斷的時候高起來 高起來 對 上一場了 本來正常還是一場了 反而高起來 然後我們在 他為了這樣 因為總是為了一個就是機會 把卵先存起來 胚胎存起來 可是我們做完化療兩次 全部都正常了 他非常高興 我們在門診急掌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成功 這個藥是有效的 當然後續我們 未來在一兩個月之前 把它完成治療 我就說好 你春天過後 就該播種了 準備懷孕 所以像這種 你如果說直接把它割光了 他沒有機會 等一下 你是講那麼快播種 他當中那時候有對象嗎 他結婚了 結婚了 他已婚 他老公陪著他 真的每次門診陪著他 他實際上他住在北部 他現在為了 他本來在北部看我的門診 後來跑去高雄看我的門診 他就這樣 他說我為了生小孩 就是要拚一些努力 我就是要這樣做 還有一個比方說 我再舉個例子 子宮內膜癌一樣 子宮內膜癌現在病人 我們常常碰到 像我舉個例子 三七歲一個老師 三七歲 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說已經找了三個醫生 都說子宮要割掉 因為內膜癌 我說我看一下報告 我說這個還好 你這個分化良好 剛剛說過細胞是比較好的 他是小偷的人 對 小偷 比較好的 我說那我們 不能把子宮割下來看看 是不是內膜有吃到太 肌肉層吃太多 因為那個第一期 A跟B就用 肌肉層吃了 有沒有超過一半 我說不過 超安波看是這樣 我們再看影像 食證兆元也說 應該是沒有吃到肌肉層 我說那這樣 你要不要賭一下 他說我賭一把 我說用藥物治療 半年後 哇 半年後你知道嗎 他是東南腺腺癌病人 他們本來就比較容易 得子宮內膜癌 結果他東南腺腺癌病人 是不容易懷孕的 他們是那個 就是常常不排卵 結果吃一次排卵 要當日懷孕 一個A做法 一年後跑來找我 又 因為懷孕本身會 會改善這個病 因為黃體素高 會改善這個病 所以他的胎兒又幫忙他救他 這一年後 一年後再檢查 仍然都沒有互發 他又再懷孕胎 又再懷孕 所以滿分 我說這時候怎麼割 你都不怕 他說對我都不怕 但是有可能 就維持很多人都沒事 所以等於說 我們不要 就是動不動 就覺得說完全沒希望了 就是醫生會根據個別 那個 個別後來考量是一個趨勢 這個時代真的是個人化考量 越來越精準的針對你的需求 然後你的可能性 你的狀況 通通一起考驗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藝人 然後因為他那時候也跟 他那時候已經過三幾歲了 結果那時候他就 巧克力男走 結果那時候他就跟我講 他說那其實他就 巧克力男要割掉 那時候是要割掉的 就是要開刀 結果他就說 我就說你趕快去開刀 因為我對醫療也不是說很了解 我說你趕快去開刀 我都覺得說找治療找得好 他說他不敢去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怕以後不能懷孕 我說開刀不就為了以後可以懷孕嗎 他說醫生說也有可能 沒有辦法 所以他說拖了好幾年 那我就說你還是趕快去吧 結果之後過了好幾年 他說他就做了 我說那非常好啊 那傷口會不會痛或怎麼樣 他說不用開刀 我說為什麼不用開刀 不是一直跟我講要開刀 他說沒有 他們要用放射性 紅外線或是雷射 去割掉它 所以並不需要動刀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是也沒有傷口 然後整個又是完整 然後之後很快就懷孕 我有一個朋友 他整個就是 不知道多少年以來 他都覺得他就是一個 自然肚子大的人 就是肌瘤 對就是肌瘤到幾公分很誇張的 然後他就是因為開刀完了之後 他就整個就消下去了 但是還是會有留疤痕 所以我後來我知道 子宮肌瘤這個東西 開刀就是無法避免的嘛 然後就後來我就是上一次懷孕的時候 我的醫生在幫我就是在檢查的時候照超音波 他就跟我講說 你知道我其實有照到你有一點點小肌瘤 然後那個時候他跟我講說沒關係 因為你懷孕的話 其實說不定你小孩生完之後 它自然就會消掉這樣 所以可是後來我就一直很緊張 想說慘了慘了 我要開刀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 我就發現說其實現在子宮肌瘤 好像是可以用那個超音波 就是直接把它劃掉 就不用真的開刀 我們之前也講了很多次 叫做海浮刀 海浮刀 我就是全台灣最多的人就是我 海浮刀 我們講了很多次了 不過我補充一下 除了子宮肌瘤用海浮刀 這個我們今天就比較在談 因為很多人都可以上網查到舊的資料 那個超音波抽巧克力囊種 其實它不是新方法 我在20多年前 我們就用過很多人 你都好快 躲在人家前面 可是事實上我們發現 就是說如果你想治療它 抽掉肯定沒有治療 因為抽掉只是抽到液晶血而已 那個異味的內膜還在那裡 並沒有拿掉 我們以前嘗試過 裡面打進酒精 打進四環素什麼東西 讓它這麼黏住 可以黏住 發現腹化力還是很高 因為它等於就沒有拿掉東西 沒有把它拿掉 所以醫學上都建議說 為什麼 因為你要確定它是良性的 那其中有一部分是惡性 那接下來如果再開不太建議 為什麼 一直開卵巢一直掃 然後那邊一直的止血都會去燒它 所以並不建議一再一再的開 尤其那個沒有生過小孩的人 會建議說 事管醫學醫生會建議說 你要不要抽掉 我們趕快懷孕 那以後再說 對 懷孕懷孕這有很多人 懷孕幾百病的人 他剛剛講前面 前面講那個荒體素的 就是因為懷孕一直懷孕 他如果再懷孕 根本就不用擔心復發的問題 我們也是啊 講到我們乳房那個 這個懷孕自白病 我們女生常見的這個 乳房良性的纖維腺瘤也是啊 如果你一旦懷孕了 很多中醫說這個 乳房的良性囊種 它會醫 那其實呢 那個纖維腺瘤啊 你有時候時間一過 一懷孕 然後剛好吃中藥 那中醫會說 這個是他醫好了 其實是懷孕自白病 所以我們要呼應一下 也沒有 但是也 調理身體也是一樣 你知道我們 我們乳房外科 最難受的 這乳房是一個外表 一旦有腫瘤的時候 這個女生更擔心 是啊 他不只在內在看不到 這是一個外在的一個問題 而且不喜歡讓人家知道喔 都會覺得 好像是一件很丟臉的事 而且第一件事情 都想到整個乳房 不能保存怎麼辦呢 不是個女人之類的 對 所以我們 我們乳房外科 現在也有新的方法 所以以前大家都認為說 化療是不是 開完刀之後 如果你是親慢性乳癌 就化療 可是現在很多想法 是倒過來的 如果這個腫瘤 基本上很大 也許還開不了刀 可是呢 新輔助化療 甚至加上一種叫 雙標靶的藥物 可以讓你的腫瘤 小到 可以開刀 甚至於保存乳房手術 我有一個病人 30多歲 他胸部本來就很豐滿 一直以為自己是脂肪瘤 或者說這個豐滿 他一直很滿意的 可是呢 這個碰到 剛好我們 他來看到朋友 來做超音波的時候 每次做超音波都沒事 剛好順便上場那個人 要做超音波 一做了以後 就有事 醫生說不對喔 你這個不是脂肪瘤 而且這個尺寸 還七八公分 結果穿刺的結果之後 真的是一個乳腺癌 一個七萬性乳癌 那你知道 35歲的病人 怎麼受得了說 這個還沒結婚 然後那個腫瘤八公分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用 新輔助化療 如果對症下藥的話 再加上好的 它剛好有標靶的靶項 這個雙標靶打完之後 病人可以 從七八公分 小到 1.5公分 那你知道腫瘤如果 0.5公分 那開刀就簡單了 你可以做很多 叫做腫瘤整形手術 你可以一方面把它 開得很漂亮 邊緣好看 那又把它保存了 很好的乳房的外型 現在那個乳癌 那個臨期的乳癌 甚至可以用海浮刀 我剛剛說過超音波那個 超音波把它融掉那個 那個方法在有些國家已經開始 台灣估計未來也會有 就是說 不只用在子宮肌瘤 海浮刀一樣用那個 超音波把它燒毀那個 但是也要非常出奇 對 那你臨期 你也要去主動常常檢查 對 沒有錯 國健署就是目前有 對45歲到69歲的 都鼓勵你每兩年一次 政府幫你付錢 而且很多那個 那個S官的巡迴 那乳房的那個S官巡迴車 其實都可以去那個 不是政府付錢 有的女生就不願意去做這個 對啊 很痛 因為很痛 對啊 因為如果有人可以發明一個 就是不用把整個胸部 就是壓成這樣子 那這麼痛的那種 不是 它那個一定要壓得那麼痛 因為它所有都要照到 它如果沒有把你壓進去的話 那你沒加進去的地方 就是沒有照到 我們所有客人的意思是說 希望能不能醫學進步到 掃描就知道了 有啦 現在有3D的 3D的乳房超音波 有一種持證照營的 就是一樣嘛 他現在講的是政府的福利 政府的補助就是乳房攝影 兩年一次 45歲到69歲 我不是問一下剛剛 黃醫師講的那個 先給你打化療 然後再去處理乳房的那種東西 因為這個觀念來自於說 因為以前我們有個叫做 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可以保留你的乳房 我們這個33原則 就是說你的腫瘤如果在3公分以內 離乳頭3公分以上 這種可以做部分切除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說你違背了這個原則 比如說你是4公分5分的乳癌 或者是說你很靠近乳頭的話 那基本上就要全部切掉 可是因為我們知道 女生的這種 這個器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嘛 你每次切掉就平掉 有人會覺得自己好像殘廢了 所以甚至有人會因為這樣子 你跟他講全接他就不治療了 我們都有遇到過 你跟他講部分切除他可以接受 你跟他講說全接他可能就不治療了 所以才會發生這個事情就是說 我們建議你先去打化療 讓那個腫瘤縮小之後 你可能就可以把你本來是全切的手術 轉成部分切除 就可以保留這個乳房 心情比較好 對 民眾的接受度變得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才會有這個方法出來 可是我跟各位介紹另外一個乳癌的技術 因為以前我們乳癌 除了把乳房都切光之後 你腋下淋巴結也是要全部切除的 都是要這樣 可是腋下淋巴結切除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不是找到很熟練的醫生 有時候會傷到你的神經 會影響到你手臂的轉動 還有另外就是 你淋巴結切掉的時候 就算是再好一生幫你切 因為再好一生幫你切 要淋巴結拿更多 因為我們開得很乾淨 可是拿完之後 你以後這個手的地方 淋巴的回流可能就會出問題 而且好像找不到血管打針 不是找到血管 是我們不建議你在這邊打針 因為你非常容易感染 你非常容易感染 對 而且你常常這隻手 也會建議你不要去拿重物 所以你在生活上 會有一些些的限制 可是現在有一個辦法就是 因為我們其實跟各位觀眾 提到很多次 所以醫學的眼鏡很多 都是因為時間 因為前人的累積的經驗 我們告訴我們說 以前我們每次每個刀 只要看到乳 我就把你腋下的淋巴結拿光光 可是那腋下的淋巴結拿光光 可是那腋下的淋巴結拿出來的時候 常常都是 比如說我拿20顆 20顆裡面一顆都沒有 天啊 可是我們因為沒有辦法去預測 你到底有沒有 因為超音波不是很準 不是每一顆淋巴結轉移了 之後它都會變大 所以寧可誤殺不能錯放 對 以前是這樣 以前的觀念是 寧可誤殺不可錯放 所以後來可是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發現實在誤殺太多的人 我們就要修正 錯放太多了 對 所以現在有一個叫做前哨淋巴的技術 它的觀念就是這樣 因為乳癌最常見就是腋下淋巴結轉移 假設我把腋下淋巴結編號 編成1到50號 如果你前三號是沒有轉移的 我們就認為你後面47號都是安全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前哨淋巴 它是打一個藥 進去把你前三顆淋巴結找出來 我們手術的時候先找那三顆淋巴結 然後馬上送花樣 如果證明說那三顆淋巴結沒有被轉移的話 那你後面通通都不用親 你就不會有剛才講的那些後遺症 對 所以才說現在的乳癌的已經變得很進步 你最好最好的話現在已經變成 就像黃林剛才講的 如果你腫瘤很大 我們哪來先幫你打化療 打化療之後你縮小你只要做部分 我們再幫你做前哨 所以變成只有兩個小傷口而已 就把你原本一個大大腫瘤就處理完畢 對 這個是這個治療 前哨淋巴的治療在腹科也在用 腹癌也在用 瓜哥你上次在找我在新加坡就在幹這個事情 在做那個動物實驗 就是我去新加坡做一個 他們在一個動物實驗班 那我們實際操作 我們用豬當那個實驗品 幫他在裡面做前哨淋巴解的偵測 那他有一個新的藥品出來 讓你很容易看見 然後他的設備是配合在裡面 然後在那種暗光下 他立刻顯出說這一顆是有問題的 那立刻就摘那一顆就好了 太好了 他說有問題的一定是摘那幾顆 那幾顆如果沒事就是沒事的 對 所以變成說很多人可以比較不會 全部拿了以後那個下肢水腫這些問題 就跟他講的那個手的問題一樣 就有各自不同的問題 因為我在那個乳來經濟會當志工 今年第二年 然後我都有去幫他們上瑜伽課 然後就是大部分的媽媽 他們就是手就是舉不起來 他們就說老師你不知道 因為我們這邊淋巴都被拿光了 所以我們的手根本沒有辦法動 他們整個就是 上半身都是僵硬的 他們就說沒有辦法 然後他們就不能夠 也不太會流汗 所以他們有很多他們的問題出來 所以我聽到這些我覺得好棒 因為至少你不要誤殺這麼多個 真的會造成他們很大的影響 剛剛講的癌症 動不動就是開刀 或者就是化療 那事實上還有一個是 所以這邊講說癌症治療的新的方法 叫做指指刀 大家以為說又是拿一個手術刀 不是 事實上是放射治療 其實它的儀器就像這樣子 太恐怖 那台灣在前年 其實沒有刀這件形容的 沒有刀 指向中的刀 它是一種放射線 就像海浮刀也沒有用刀子 是超音波一樣 那個形容而已 那個字真的很害人 亞洲大概台灣是第四個國家有了 除了中國大陸 日本 韓國 台灣第四個 前年開始有 只有一家醫院有 那因為這種刀 機器貴 那機器貴嗎 貴喔 目前政府核准了7台 它未來幾年會裝置7台 但這個重裝備政府有設限的 有限制 可是它是什麼癌症都可以治療嗎 沒有 會移動的就不行 例如說你胃癌 腸癌 它會動來動去 它無法預測它會在什麼位置 沒有辦法 像我一個同學是 他父親 前幾年他 摄護腺癌 昨天那時候台灣還沒有這個儀器 那時候介紹我同學父親 到美國去接受這個治療 因為摄護腺癌開刀 大家知道就怕功能會受損 不管是會尿失禁 或者是新功能受損 結果去美國用這個刀 切完以後 非常好 現在已經第四年了 完全功能都沒有受損 太棒了 癌氣包也都沒有 七十幾歲 七十幾歲 其實覺得受損也沒關係 好 大家不要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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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除了這個直指刀以後 還有一個叫重力指刀 重力指 也一樣 台灣現在核准的第一台了 那這個重力指又比直指刀 又不一樣 但是一樣 又更現金 更貴 所以這東西科技真的是進步很快 但是我們必須強調它不是萬能的 那觀眾想了解到底到底都貴是多少錢 對啊 這我可以講一下 大概三十幾萬一個療程 一個療程大概是照五次到十次 基本上直指刀 就是你們常常聽到什麼 什麼螺旋刀 電腦刀 什麼鋼碼刀 一大堆的刀 你根本看不到刀 它只是說它用這個名字告訴它是刀 那我們這個直指刀的刀 跟人家刀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以前你看到那個放射線 它從你的皮膚這樣打進去 比如說它打你的肝臟 它其實吃到能量最多的是誰 其實是外面的皮膚 然後再進去乾燥 因為每一層都會把能量吸走一些 吸走一些 所以你要殺到裡面的那個癌症的細胞 那個能量要打得很大 所以自然作用就會比較 因為你其他 你總不能殺到癌症其他都死光 所以事實上癌症能夠承受的能量 能夠給多少 就沒辦法給太多 這個直指刀有個好處 就是它最大的特徵就是 它給的那個能量的那個型態是這樣子 剛才是很低的 後來會爆充 所以你假設剛才在這裡面 你照的時候 你前面正常的肝 你只吃到20%的能量而已 所以你算準距離 你可以算準距離 比如說我要你在第八公分才爆發 它的能量在第八公分就全爆 就很精準 對 就很精準 所以在那個癌症後面的那個組織 幾乎完全沒有受到傷害 前面也只中兩層 那會有什麼副作用像掉頭髮這些嗎 不會不會 它是局部 它是局部的治療 所以這個大概就寧可選這個 對 不是就是說 我們會選這個的意思是說 有一些 就是我講的嘛 就是這個治療 還不能夠取代 我們現在正規的治療 也許30年40年之後 健保育就在給付這個 只要我們累積了這麼多年的經驗之後 發現這個治療 已經可以代替我們現在 比如說叫你開刀或什麼時候 有可能會 但是不是現在 未來的區域 未來可能也許有一天 其實除了那個 剛才講的治療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也很新 叫做 這個就是真的有刀了 這個就是真的有刀了 其實像大家常常 談到胰臟癌 就是覺得很害怕 說我得到胰臟癌 是不是都很多等待在末期 所以我不能開刀了 對 是沒錯 可是我們以前 遇到胰臟癌不能開刀的病人 我們怎麼做 我們都是先打化療 然後再給它放射箭 那個在我們醫學上 有個術語叫做CGRT 就是化療跟放射器一起上 是一個合併的治療 我希望讓你腫瘤縮小了之後 看能不能再開刀 這個在臨床上 有成功的案例 但是很少 大部分病人很可憐 就是他去做了這些治療之後 最後還是都 還是不能開 所以最後就有這個方法 叫做奈米刀 它怎麼做 它其實就跟這個一樣 它大概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是胰臟癌的話 它在體外擦 兩根針到六根針 胰臟癌旁邊有很多血管 對不對 它的好處就是 它這樣擦很精準 它在腫瘤的四周跟你擦幾根針 它會跟你通電 所以這個病人 在通的時候 病人會這樣抖 所以這種 像針灸的感覺 一定要全身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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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從體外擦進去的時候 在裡面就像這樣 它閃過所有的血管 它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控制能量的範圍 它只有在這幾根針裡面電而已 它絕對不會傷到旁邊的血管 因為像大家就會想說 我們現在不是有電燒素嗎 有冷凍療素嗎 為什麼不能來做這個 就是因為那些東西 比如說你在這邊放電 或是在這邊放熱 或是冷凍有沒有 你能把控制那個 是有傳出去的範圍 它有時候就會傷到旁邊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器官 可是這個奈米刀的好處就是 它真的很精準 它幫你畫出來的範圍之後 它一通電只有打裡面而已 這跟醫師技術沒什麼關係嗎 這個跟定位的技術有關係 定位就有關係 其實這個是有成功的案例 因為其實 這個是在現在我們國內 某一家龍頭醫院才有在做 其實這樣全世界 地球上大概有100多個癌症中心在做 但是亞洲目前是那個龍頭醫院 做的最多 他們就有 他們曾經報過一個案例 那個案例也是一樣 一個老伯伯 他就是因為得到疾障癌末期 大概6公分 他就是先 我們都先看起來就是不行 不能開刀了嘛 對不對 然後醫生建議他做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定會先建議你做洗洗壓力 他就先叫你做化療跟電療 可是他不願意 那醫生就說 那你要不要考慮 加入我們一個試驗 來試試看這個 來試試看奈米大 最後這個病人的腫瘤真的消掉 後來他有去成功接受手術 我前期當年那個 剖腹生產的時候 那概念裡面就是 剖腹生產就一刀嘛 然後完了就要縫針嘛 好啦 小孩生出來 然後我就看老婆 我說看完傷口 推開一看 沒有縫針啊 就用貼膠帶 就用貼膠 然後我就問醫生 我說現在進步已經進步到 不用縫針 不用啊 現在貼膠帶 比較不會有痕跡什麼 維銘 你現在有沒有老婆要生孩子 沒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用蝦油三秒膠都可以了 三秒膠 貼上去就像那個薑斧這樣貼上去 然後它黏住還防水 三秒膠 就黏住了 就我講的膠帶 我當時覺得是新的 現在是落伍的 現在有更新的之類 膠水一樣貼上去就好了 剛剛講 每一分免一秒 音學都在進步 對啊 這醫師講的那個就是 一開始我們是發展起來 給小孩子用的 小孩子當臉部有撕裂傷的時候 你每次要縫他的時候 為了要縫他都還要全身麻醉 對啊 實在有過麻煩的 之後來他就發明出來一種膠水 你就把他傷口這樣子 合起來 膠水點上去 真的假的 台灣已經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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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在用了 我們已經在用了 不是 你們發明新的東西 你們心心都 你們要告訴我們 郭文 對啊 我們又要來急診 你來急診 我記得 我在小孩子的時候 老人家就是 有那個爸爸的同學 什麼聖結石開刀 就真的要開一個傷口 好啦 我大概十幾年前 有一次聖結石就犯了 我才知道我有聖結石 然後就安排到醫院 然後醫院 醫生弄弄的說 我們明天早上第一刀 你剛剛沒有講以前 我們也都覺得是刀嘛 所以我心裡想就是 要不就前面來一刀 要不就前面來一刀 要不就後面來一刀 就心裡這個想法 然後就照醫生嘱咐 不能吃東西 晚上幹嘛幹嘛 第二天要開刀 你的心裡準備就是 好嘛 哪裡要來一刀了嘛 護士就帶我去妳說 這邊趴著 趴著我想趴著 那就是後面來一刀 好 然後我就一起趴下去 趴下去以後 她就大概把我固定說 那妳這樣位置舒服嗎 我說我OK啊 OK啊 然後接著她就從我這邊開始 插酒精 然後就打一個東西進來 因為一打進來 就很冰涼 瞬間就冰涼 我說小姐妳幫我打什麼 她說馬飛 我說真的啊 我那個真的一回答以後 她那個已經跑到全身 我說真的啊 然後斷掉 然後接著那個 因為我看不到嘛 所以護士小三忙忙忙忙 她說 好 程鑫我們現在要開始了 我先放音樂給妳聽 我想說 蛤 放音樂 你根本在度假嘛 對啊 開快把我們來走 對 然後她就出去了 就音樂就起來 我其實人很嗨 我就趴在那邊 因為怎樣 我就很鬆嘛 可是妳心裡還是覺得說 怎麼還不趕快叫我一刀 哪裡要被開到 哪裡要被開到 趕快 結果都沒有人 接著沒多久 就聽到那種隱隱約有那種 打 打石頭 打的那種聲音 可是我身上沒有任何感覺 我身上沒有任何感覺 我就是一直趴在那邊 嗨然後一聽音樂 然後後來 後來 我中間大家有睡著了 可是妳並沒有完全失去意識 後來就是 後來我也不知道隔了多久 後來就起來說 好啦我們現在 好啦可以起來 回復了 就這樣耶 然後就回去了 然後我說 後來我清醒 你弄在哪裡 對我清醒我就問她 我說我沒有感覺 弄在哪裡 她說沒有他們現在就是 那個刀是 震動的 她當時跟我講說 那個刀是插到你 到你身體裡面去 打那個石頭 就把那個石頭 所以有真的插進去啊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看到啊 沒有啦 其實那個叫吸尿管禁 跟瓜哥做的一樣 因為瓜哥現在是專家 瓜哥有經驗管 是不是 不要再講 我一直尿到進來 她的一定也是 她只是搞不清楚耶 沒有 只有從那邊進去 那為什麼要趴著 她用雷射 她用什麼雷射刀 她振坡碎石吧 那振坡碎石 振坡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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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 扎紮實實從尿到進去 對 新美國 新美國 鎮結石傳說界的前輩 其實那個現在 那個應該是 大家澄清一下 就是 輸尿管結石 才會用輸尿管進去把它打掉 一般來講 腎臟結石比較小顆的 或是怎麼樣的 一般可以用體外振坡 但是如果輸尿 那個 腎臟結石比較大的 在以前是要開刀 是真的要開刀進去取食的 沒有 我的歷史很特殊 對 沒有 我的意思說 現在有要跟大家介紹一個新的東西 就叫 軟式輸尿管進 你就算石頭再高 在腎臟裡面 也可以用軟式輸尿管 身上去把它打掉 就是你不會那麼痛 對 你不需要像一些一樣 取食術 你用吧 還是要經過尿道 一定要 我想問的是 你說的軟式的那個 輸尿管進 所以變成說你就不會有那個 因為像我兩次剖腹 我最痛苦的一件事 就是輸尿 就是輸尿管 你要拔尿道管 那是很痛苦 那個不是 它的意思不是這樣子 它不是說怎麼放 因為你們擦尿管那種痛苦 這個比較沒有辦法 那個輸尿管 是輸尿管就是說 它可以轉的那個角度比較大 所以它可以轉到腎臟上面 去把那個石頭勾掉 我本來開心了一下 是 醫療一直在進步 他們外科系 一直在講什麼 以天見屠龍刀 什麼 我在講一下 內科進步的地方 其實我是腎臟科醫師 我在講說 我們台灣到底什麼 腎臟為什麼壞得那麼快 第一名當然是 糖尿病 所以我在想說 我現在 大家知道糖尿病 以前得到糖尿病 但我們都很努力的 現在治療糖尿病又不用錢 可以吃藥也可以打胰島素 現在更進步了 有一種 一個禮拜只要打一支的 就可以控制你的血糖的 真的喔 對 那個 那一類的可是 這樣治療的結果 我們還是有將近三成到四成 經過了二十幾年的糖尿病 走到尿毒症要洗腎 所以我們內科醫師一直在找說 有沒有辦法可以控制糖尿病的病發症 不只洗腎 你眼睛瞎掉第一名的原因也是糖尿病 截肢 第一名也是糖尿病 如果你可以控制糖尿病的病發症 真的是可以幫我們健保局 省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不然健保局一定垮台的 我要講台灣糖尿病兩百萬人 我剛剛講三成到四成會走到洗腎 是多少人 是六十萬到八十萬人 可是我們現在才八萬人在洗腎 你們每繳的十塊錢的健保費 就有一塊花在這個洗腎這一塊 那我看過一個最新最新的一個治療方式 這叫糖尿病的人工胰臟療法 這是我看到非常新奇 它有一台機器 模擬我們人類的胰臟的β細胞 β細胞它分泌胰島素 它是用一種脈衝式的方式去分泌 那這個病人得到糖尿病 他還是要控制血糖 可是他會定期去做這樣一個 脈衝式的一個治療 那他們經過這樣的治療 他發現它不是控制血糖 它是把你糖分代謝壞掉的那個三縮酸循環 重新再重新再開始一個燃燒 那變成說它 就類似我們肺炎不是自咳嗽 而是應該去治療肺炎 糖尿病不是治療高血糖 而是把糖分代謝的異常給矯正回來 那這個在美國 在印度 在香港都有做 在台灣可能這一兩年會有 已經在申請核可 我去碰過一個香港的大老闆 他在美國做這樣的治療 他已經得到糖尿病二十幾年了 他非常有錢 他身邊都跟著兩三個私人醫生 有心臟科的有新陳代謝科 因為他很有錢 他去做過這個治療之後 有一天我就問他說 他說他做了第一次治療 那一天他很忙還是要去應酬 去應酬完之後他喝酒 他發現那邊千杯不醉 因為他的整個叫 人工胰臟療法 把他整個肝臟的代謝功能 應該把他整體給活化掉 其實他腎功能在經過三年的追蹤 腎功能完全都沒有衰退 所以這個是一個還蠻值得期待 在台灣可能最近一兩年內 會有這樣的一個方法 那希望可以幫我們台灣的糖尿病一臂之力 台灣現在還沒有這個 目前在申請當中 現在全世界大概三個國家 目前有在做這樣的一個治療方式 我爸爸有糖尿病 那我爸爸的問題就是 他一直常常覺得他會很累 然後那時候我弟就聽說 某家醫院 然後他有做一個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說他把你好像換血 把你換新鮮的血 那叫血液進化 對 然後他會讓你就是精神變好 然後會變得就是 例如謙卑不醉之類這樣的事情 對 因為我弟就說他去做了 然後他喝酒都喝不醉 對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不是很好 這樣你會喝很多 這個我補充一下 所有的醫生都把藥物讓你們吃進去 把針打進去 只有我們腎臟科醫師是把你們移除出來 對 我們其實這洗腎只是血液進化其中的一個方式 我們用人工腎臟去洗掉你的一些尿毒 我們事實上也有那種洗肝肌 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有一個肝毒素肝昏迷的時候 你可以用洗肝肌去把它肝毒素洗掉 我也可以洗血脂肪 你膽固醇一千多 隨時會心肌更塞 我們就可以把它的血脂肪給洗掉 你藥物中毒 比如說巴拉掛中毒 我們可以用活性炭把你的毒給洗掉 所以我們腎臟科事實上是一個 會移除 就你們身體血液的那些不好的東西 毒素 對 都有我們幫你洗掉 那我沒事可以找你洗嗎 對 沒事幫你洗一下 他那個是要有糖尿病還是 這個是糖尿病 沒有沒有 是另外一種技術 其實不管洗肝洗腎原理都是一樣 只是你洗出去之後 你經過幾個過濾瓶而已 是 不一樣的 像洗乾了就至少有四瓶 你洗澀可能就一瓶 他的意思是說沒有得這個病 能不能當保健 對 你講的意思是這個 對 我就當保健 保健 很多正商名流 的確像過完年之後 他們就一抽血 哇 酸酸甘油脂膽固醇 又高到五百多 吃降血只要大概可以降個20%左右 而且是要長期吃 他們有時候就會很偷懶 就要說我去做一個 叫做雙重過濾血漿離析素 DFPP 他直接把你的 自費嗎對不對 自費一次大概六七萬塊左右 做完之後 可以把你的血脂肪大概 兩個多小時 移除掉七成 比如說五百 移除掉剩下三成 剩下150 可是他隨著他的時間 慢慢慢慢會再回去 那我是既然當然是說 我都跟他們講 你如果自費花那麼多錢 去做這樣的一個移除 但以後飲食還是要好好 要維持好 因為我有甲狀腺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都是去看代謝科 我的醫生就會一直跟我講說 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要好好控制 不然我很容易變糖尿病 所以我前一陣子 就非常的擔心 因為我就身體出一些狀況 因為生完小孩 就譬如說掉髮 然後身體出一些狀況 我就一直很緊張 這跟糖尿病沒有關係吧 生完小孩 沒有 因為我在懷孕的時候 就是有那個 認診糖尿病 比較偏高一點 還沒有到那種狀況 但是快要了 所以我就一直被警告說 你如果快要的話 你就是生完小孩之後 你就會有 所以我就一直很緊張 然後所以我每次去檢查的時候 他就會要幫我就是戳一下 要驗那個血糖 然後後來我就有看到一個東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我覺得還滿不錯 就是好像是有一個東西 是像類似隱形眼鏡 它就是讓你放進去之後 然後它是用你的那個 類液 來測你的血糖 然後你就是可以來測試 自己到底是不是有過 所以就是不想扎針 就對了 就不用扎針 其實現在更進步的有一種 其實有一種是 貼在身體就可以24小時 監測你的血糖 那還有一種 遠紅外 就是直接用紅外線夾手指頭 然後經過它就不用再扎針 可是那個還不是那麼精準 對 這台灣研究發明的 就是OK了已經上學了 OK了 而且還有更強的 清華大學現在正在研發 它就那個光直接到你這邊的血管 人家對著照 你以後都不用抽血 抽血得打從頭後直接讀 對 我們說一些多進步 真的 那現在其實我們現在 國內的急救品質 尤其講到院前 其實效果很好 我們每年都會有表揚那個 119的訓練有數的救護技術員 第一名 他已經救回來幾十個 我們講的救回來是 他還不是到醫院就救回來 是他在腎堂就把他救回來 所以 可是他畢竟這個病人 他是停掉了 停掉了有一段時間 腦部會缺氧 那現在新的觀念就是 在急救後要做所謂的 低溫治療 那這個低溫治療很簡單 簡單講 它就是有一個低溫的設備 那他身上會有接 類似像我們量血壓這樣的貼片 例如要大腿 身體 它可以控溫 那目前的治療的方式是 大概前24到48小時 主動把體溫降到32到34度 正常37嘛 對 那為什麼降到32到34度 讓腦部不要受損 因為他已經缺氧了 催眠 有點像急凍人的概念 好厲害喔 如果不做這個動作 這種缺氧的病人在當天 或是第二天 就開始發高燒 他不是感染的發高燒 是他腦部受傷之後 會有很大 那你為什麼沒有降到什麼 10度 這個溫度也是 計算過的 對 而且是 這樣子的病人才好 對 那這樣大概要用三天 那我們現在的統計的結果 發現這樣使用 包括他存活的機率 包括他存活 活了之後 以後能不能回到他工作 以後有沒有後遺症 是有明顯幫助的 那我們最近一個案例就是 一個醫師 他回去已經繼續在看診 他CPR是三個月的事情 現在已經在看診 那第二個是我們的急救 以前我們都看他CPR在那邊悶壓 對 其實我們都不是機器人 越壓越沒力 越壓越慢 而且我看那個有個影片 在計程室裡面 那個是輪流案 對 因為很累 現場也是輪流案 輪流案 而且被按完 通常那個肋骨都會裂掉 都斷掉 都斷掉 可是沒辦法 一定要按到他有心跳 對 因為很用力 而且你要想喔 119的救護初期是兩個人 一個在開車 後面只有一個人在壓 對 我們在壓CPR都是兩手 那119為什麼訓練有數 他是要一手要抓著 一手壓 一個在開車 用車在趕騎車 對 那現在我們有說 所謂的這種CPR的機器 它就是一個像環狀的 它是兩片扣上去 組裝大概5秒鐘 一扣上去之後 它就開始自動回壓 就不需要人去壓 不需要人去壓 這個在救護車上有嗎 救護車上 很多救護車已經有 醫院也有 那最好的兩個方式就是 第一個因為它壓得很穩定 速度 力量很穩定 第二個 它移動的時候 壓得也很好 我們有時候 各位在看醫院 在很緊急的時候 甚至是護理師 會一直跳到床上 直接坐在上面壓 這個不用說 你在移動的時候 它也可以壓得很好 那最後我講一個 我們心臟的疾病 有些人是有那個 心室中隔 或心房中隔缺損 在以前 他就要打開心臟 去把那個洞補起來 大手術的感覺 他一聽到打開心臟 就快瘋掉了 現在包括心導管的設備 也可以做這個 那我們常常聽到的心導管 都是像什麼心肌梗塞 把血管打通 現在包括這種破洞 它可以帶一個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像帶一隻收起來的雨傘 帶到那個破洞那個地方 雨傘打開 那個傘面就把破洞補起來 那個傘柄就脫離 那個傘面就流在那邊 把洞補起來 比較像那個心臟支架一樣 對 但這個是補起來的 補起來 因為它這個是伸到心臟裡面 去補動 那個心臟管是在血管裡面 去把血管撐開 是 當然這個也是自費 對 你今天講的那是裝備 有嗎 這個有健保體驗 這個有健保體驗 像這種病人 住院大概兩三天 以前開個心臟 搞不好住個二十天 三十天 大家不要太誤會 就是說很多東西 它還是有它的適應症 不是每個都可以做怎麼樣的 對 跟大家介紹一個 比較新一點點的 也不算是很新的療法 它是精直腸的一個 超音波的方式導引 然後去把那個血管結紮掉 那大家可能以前的觀念都覺得 痔瘡就一坨 我們就覺得它就是一個 跟腫瘤什麼差不多 都一坨實質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它不是 它其實是裡面是 殘繞的血管 所以是因為這個血管膨脹的關係 它才會忽大忽小 那既然是血管的話 我們不一定要把它 整個東西都挖掉 我們其實只要把它那個血管的源頭 扎小了 它下面就會萎縮了 我們有一個病人 大概就是五十幾歲的女性病患 她就是因為這樣子 但是反反覆覆 就有痔瘡出血的問題 這樣擺著大概就擺個五六年 那慢性出血會出血到 平常我們人的血紅素是十二十三 它來的時候 血紅素大概只有六左右 所以它真的會慢慢擺到 是一直在流血 對 然後慢慢慢慢 身體會適應 那它比月經的量可能再大一點 而且它是每天 我的天啊 這怎麼受不了 不會 你沒感覺 我有痔瘡我知道 有痔瘡 你採血的時候 你沒有感覺 你自己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的 也不覺得痛 我的天啊 這種就是一直到身體 沒有辦法負荷了 暈倒了什麼 才會發現這種狀況 那這個病人來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有幫他 就是除了用這樣子的結紮方式 讓那個痔瘡變小之外 它那個痔瘡 因為真的也是蠻大的 結紮之後它還是有個食指在 還是常常會在那裡腫脹 所以後來我們就配合 超音波刀 或組織凝脊椅 去幫它在手術當中 做這個切割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 這麼大的痔瘡 手術當中會流很多血 傷口會很大 但是因為有像 組織凝脊椅這樣子的器械 它整個手術下來 大概一塊的 紗布擦一擦 大概就一點血水這樣而已 那手術之後 因為它整個 痔瘡範圍也很小 所以這樣開完刀之後 傷口也很小 這病人開完刀之後 就很開心啊 他說哇我忍了差不多 快十年左右的東西 開完刀之後 既然覺得跟我以前鄰居 十幾二十年前跟我講開刀 那個結果差很多 所以我覺得 醫學一直在進步 大家有什麼狀況 跟醫生討論 其實都有各種方法可以解決 對 當然我們剛剛有問到 這些什麼所謂的智慧 或者是健保 當然要問 因為觀眾最關心也就是這個 我也是 要不然介紹那麼多 最後他想這樣 說說說 還沒錢 但我將來醫療數據 當然越來越多的話 將來健保一定會慢慢產生 因為新的醫學 會淘汰舊的醫學 對 所以大家努力賺錢 賺錢就是 對 但是有疾病也不怕 要及早治療嗎 還是要 有病還是要看醫師 是 謝謝大家 各位喜歡在馬桶上滑手機看書 其實只要超過三分鐘 就會大大增加痔瘡的發生率 在排便之後 用溫熱水沖洗肛門部 不但可以放鬆肛門肌肉 還可以增進血液循環 對於痔瘡的預防和治療 都很有幫助 另外 平常常坐硬的椅子 讓坐骨關節 分擔肛門的局部壓迫 也能夠對於治療痔瘡症狀 以及預防治療 有很大的幫忙 現代人由於工作繁忙 生活壓力大 三餐常常暴飲暴食 加上喜歡服用 醃酒咖啡這些東西來提神 這些都是會造成胃食道逆流 所謂的胃食道逆流 就是胃部的強衰逆流入食道 輕的話 它會讓你食道不舒服 重的話 它會造成你食道發炎 食道潰瘍 竟然導致食道癌的發生 那麼我們要如何來預防胃食道逆流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良好的生活習慣 另外當你覺得症狀在發多的時候 千萬要避免食用酸性的水果 比如說柳丁 葡萄柚 鳳梨等 希望大家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給大家一個健康的食道